市内田径赛列万战 徐慧琴女子撑杆跳4.65米创PB 中国姑娘徐慧琴创撑杆 跳高个人心高4.65米 摩威00后 雅各布 英格里格森创男子 1500米世界市内新记录 巴林选手 巴勒夫创男子3000米亚洲市内新记录 本战比赛 名将云集 多个项目志在冲击世界记录 主海报的人物是雅各布 英格里格森 身为一名00后 他在东京奥运会上 摘得男子1500米冠军 这次他来挑战的正是1500米世界记录 最终如愿以偿 雅各布以3比30.60的成绩率先充现 而亚军是埃塞俄比亚的特费拉 成绩是3比33.70 注意了 原世界市内记录 正是由特费拉创于2019年的3比31.04 此一 雅各布改写记录 这也是他首个成年组的世界记录 一定会有人问 男子1500米世界记录 难道不是奎罗伊的3比26.00吗 那是世外 而现在要说的是奎罗伊的室内PB 是3比31.18 创于1997年 也曾是世界室内记录 女子撑杆跳高 中国姑娘徐慧琴参加 她的起跳高度是4.40米 一次过杆 之后是4.55米 第三次试跳时成功越过 此刻已然创个人赛季最佳 下一个高度 4.65米 她一次过杆 改写PB 此前的PB是4.60米 创于两年前 凭借4.65米的成绩 徐慧琴收获第四名 冠军是俄罗斯名将西多洛瓦 成绩是4.85米 创今年世界最佳 男子撑杆跳高的冠军 是美国选手尼尔森 成绩是5.91米 本次比赛的女子一英里 原本也有冲记录的目标 但谁料女一号 策盖在出发不久摔倒 她爬起来之后 继续参与角逐 最终夺冠 成绩是4比21.72 创赛会记录 女子3000米 同样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David Seum 以8比23.24折柜 创始上第三好成绩 女子800米 竞争非常激烈 最终 雅买加的Natora Gu 以1比58.46夺冠 而乌干达的Holly Manakai 落后0.12秒摘赢 俩人双创国家记录 男子800米冠军 是西班牙的加西亚 成绩是1比46.29 女子跳远冠军 是委内瑞拉的罗哈斯 成绩为6.81米 创PB 他是三级跳远世界纪录保持者 男子三级跳远冠军 是古巴选手马丁内兹 成绩是17.21米 创今年世界最佳 男子60米决赛 意大利的雅各布斯 以6.50秒夺冠 而美国名将贝克名列第五 成绩是6.59秒 第四名是肯尼亚的欧曼亚拉 其成绩是6.57秒 新的国家记录 男子60米篮决赛 美国名将霍洛威 今年第二仗 他预赛跑7.40秒 决赛跑7.35秒 再创今年世界最佳 女子60米篮决赛 冠军是法国选手 Bertisha Bep 成绩是8秒 男子2000米 埃塞俄比亚选手 Samuel Zlick 以4比57.00夺冠 男子3000米 埃塞俄比亚选手 包揽前三 冠军是吉尔玛 亚军是巴雷加 季军是瓦勒 巴林选手 巴勒夫跑了7比31.77 第四 创亚洲室内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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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